为什么那么多人怕美团,不敢搞他,你敢,面对这种侵犬行为,面对这种大公司的压榨,你如果老是抵着头,他就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,更加不会收敛。 8月24日,杭州,郊公路,二维火大厦,深蓝色短袖搭配,牛仔长裤,面对新材金潘月威的专访,赵光君一身科技男标配,神情略显皮财。 数天前,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餐饮管理系统开发商二维火,请诉美团窃取二维火及商家经营数据,涉嫌不正当竞争一案,餐饮管理系统江湖在先巨浪。 资料显示,二维火创始于2005年,十多年来长期分注于云、计算餐饮软件系统的研发和应用,即基于Embled系统的二维火,智能收银一体机系统于2012年发布以来,已经拥有了36万多家用户,处于行业头部位置。 而美团点评旗下的美团小白盒自2017年推向市场以来,面向广大餐饮实体店铺收银领域,实现了聚合支付收单、收银、对照等服务项目,与美团之门Post美团马等一系列产品,覆盖了餐饮领域不同的收单场景。 为什么要他一个亿的补偿? 赵光君,我们是分两个地方法院起诉,针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侵权,所赔1.02亿,一个部分是实际产生的损失金额,另外一部分是破坏性,对我们公司商业模式的侵犯等等损害,还有取证用到的各种成本费用。 天月飞,你推荐这场进攻,后面会怎么走?赵光君,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,我们赢的几率比较大,应该是70%、80%的把握,当然我们的目的,也不是说为了让他赔多少钱,更多的是希望有人能对这种类似强权公司发声。 第二个,我希望能引起美团方面的重视,要有敬畏之心,要敬畏你的客户,敬畏你的生态,不能为所欲为,你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,特别是商户的感受,和做伙伴的感受。 在拥有恶力量之后,也不能滥肉,对生态便有敬畏之心,天月飞,你如何看待美团公司? 赵光君,美团本身是一家非常,有争议的公司,他的任何举动都容易形成争议,而且他到处树敌,在企业端,他与滴滴交舞,和阿里的关系更不用说了。 现在,连商家也非常痛恨他们,但餐饮本身属于净利很低的行业,不足10%,美团却收取商户20%左右的提成。 所以现在纯做外卖的店家,活得都很艰难,大头都被美团抽走,他要盈利吗? 他的人工成本很高,他对骑手也在压榨,所以骑手也在反抗,整个弊端这一环,他非常狠, 长此以往,这种压力也会传导到次一端用户,天月飞,商家在这个世界当中,有受损吗? 赵光君,其实对商户来说,表面上没有受损,但长远来说严重受损,美团做事只有不确定性。 在盼若小的时候,他求着你用它,当你离不开它的时候,他10%,25%的开始收你抽成,很多商户比较看重眼前利益。 但是等哪天人家反过来弄你的时候,你喊都不敢喊,现在外卖就是这个现状,包括团队也是这样,天月飞,商场上有厮杀不是很正常吗? 赵光君? 对,厮杀,或者输兵不厌,这,这都是正常的,但是做事情还是要有前提和基本的乐意的。 这么多战争下来,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底线的,本来是一个生态,是上下游的生态。 你强调我,损害的不是我,损害的其实是你的用户,最起码他对用户没有敬畏之心,公平空正是一个规则,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。 美团不是,美团这个规则所变就变,对于商户来说,你的牛吧,你销量再高,我看你不顺眼了,直接给你将权到最下面。 美团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,我觉得大公司加小公司,它有很多方法,但这种方法是最拙劣的,因为你带来的损害是很大的,其实你完全可以把产品做好,良性竞争。 因为你有钱,有实力,有资源,你完全可以把产品做得很棒,通过正常的良性的竞争,取得胜利,那人家输得也心服口服,做强自己才是最好的反抗。 天月飞,爱为活自己还好吗?赵光君,挺好,我们在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在走,我们也活得很好,最终市场还是要看一个企业内在的实力,对我们来说,要更加努力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。 如果我们变成一,各大公司的话,我们就有单单,而不是只是去呐喊了,我们就可以参与制定真正公平公正的规则。 天月飞,你会觉得二维火起诉美团的这个动作,这个事件,会是中国中小企业对抗日无霸型平台的一个标杆性事件吗?赵光君,有可能会是,有可能不是,但是如果他真的垄断了这个市场, 那么这个事件有可能成为标志性事件,有很多事情,当时大家是不知道的,但是过去了,到现在大家都把这个作为标志性的事件,所以这块我们也很难说它,天月飞,这次和美团有过这样一个交锋之后,后面是否会有更多的摩擦? 不管是与美团,还是竞争对手,会有更多的摩擦,因为这个市场虽然很大,但是可能更多的一些公司,会慢慢的进入赵光君。 首先,这个行业门槛还挺高的,我们二位火,其实真正相当于盖摩天大楼,我们起码是盖四十层了,有些可能是盖四十层的,要盖上百层的摩天大楼,它打的地基跟盖几十层打的地基是不一样。 目前阶段,我们花的力气比较大,因为我们把很多力气花在打地基上,但是随着时间推移,我们会越开越高,我们盖到一百层以上的时候,我们的优势就很明显了,慢慢的就与很多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了,我们的产品差距就越拉越大,我们的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。 我们现在干了一件我认为,非常自豪的事情,我们做了一套餐饮管理系统,这套系统适合所有的行业,就是一个版本适合所有的行业,同时,我们的交易系统跟收银系统,包括会员系统,我们是三合一的,就是这个是其他任何公司做不到的。 文章柴山,则编写演义,本文版权规先财经所有,部分突片来自网络,此次争端源于二维火指控美团通过一款名为美团小白盒,硬件非法侵入,全封闭的二维火,智能收银体机系统,实施监控该系统运行,并在餐厅时刻结账之际,读取该系统,得失收金额,栏目ID以及数据, 恶意劫持二维火用户第三方支付流量,对二维火创始人赵光君而言,此次美团的截杀,长期来看,可能对其构成重要威胁,首先,商家流水都被美团劫持了,加上一线的队队干扫,用不了多久,商家就会从二维火的系统,选项美团小白盒,这是对整个餐饮行业生态的破坏和对规则的践踏,赵光君愤怒的说, 从建立安全的交易环境角度出发,而维火从一开始就是封闭式系统,美团劫持商户参与流水之势,让自称唐僧,脾气温和的照光君愤怒不屑, 甚至在新财经纪者面前抱了粗口,在部分餐饮业内人士看来,在Turk端阿里希与美团点评,已近乎两三天下的情况下,为了抢占商家资源与用户数据,美团与二维火的对抗迟早要发生,实际上过去数年摩擦也从未停止过, 此次争端是本质上就是双方对收银要赛的争夺。 2018年5月,美团完成对SAAS服务企业平行科技的全资收购,旨在通过向财领商家提供互联网支持和服务,实现新财领线上线下一体化,此构成美团生态重要一环, 二维火的存在也被当成是美团生态链商的一个障碍,联想到目前美团正处于上市前夕,此时不宜多声势端,新财经潘越飞, 便容易去问唐僧此时起诉,是否是有意为止。 赵光真表示,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取证调查了,用了很长时间,按部就搬得走,没有特意愁惹这个点,对于1.02亿的索赔,为何是这个数字? 他给出的解释是,一方面主要是我们实际上产生的损失,另一方面是对我私商业模式和知识差全的侵犯, 全球无异战,商场亦是战场,厮杀和足为奇,先财经记者问他,对,厮杀,或者是兵不厌诈,这都很正常的,但是有一个底线, 内团是没有底线的,作为一个平台,他应该自考的是如何将产品做好,把行业生态做好, 而不是用这种低劣的手段,赵光真表示,在二维火正式对外公布消息后的四个小时左右, 美团小白和OLED版就下架了,下架也指,是线上的下架,线下, 美团小白和与二维火的对抗或许仍将继续蔓延, 新财经记者就此事件联系过美团公关部门,恢复, 截至目前,我们没有收到法院关于该事件相关的任何诉讼材料, 一,餐饮软铁业的双雄对决,名与史为天, 餐饮生意是门入口生意,相关资料显示, 2017年,餐饮行业总规模是3.9亿, 预计2020年左右,将达到5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, 现今,中国的科技巨头们都直接或间接, 不涉足到这个庞大的市场, 在资本、技术、市场等要素的强大推动下, 行业竞争愈发激烈,表面的风光难掩实际的艰难, 有资料显示,2017年, 中国餐饮门店的官变数,是开店数的91.6%, 餐饮业也是迭代更新最快的行业之一, 开张的快,倒闭的也快, 目前,整个餐饮行业的毛利润在60%左右, 扣出租金,采购成本,人员工资等等, 行业净利润普遍不到10%, 无论美团还是滴滴,从补协到免费到抽成, 这是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成长范式, 美团现在对商家是30%的抽成, 很多商家都活不下去了, 赵光俊提醒新财经纪者, 他认为,长远来看, 美团的做法,是为了控制餐饮服务的整个链条, 而目前二雷货是唯一能与之相抗衡的企业, 就如河中流水,水中有香玉被草一般, 行业也是一个生态, 平台、同行、商家、C端用户, 是一个紧密相依的生态, 大家本来是一个生态, 是上下游的生态, 其实你掐掉我, 损害的不是我, 损害的是你自己的用户, 最起码你对用户没有尽类之心, 赵光俊对新财经潘岳飞说, 二,对巨头的战斗已经打响, 二维火, 承败几何, 二维火与美团的摩擦由来已久, 早在2015年底, 正处于碧伦融资的二维火, 拒绝了美团的投资意愿, 被日后争端埋下伏笔, 2016年8月, 美团先是给了二维火APP接口, 随后又关闭, 赵光俊怒火中烧, 表示美团垫大欺客, 最终二维火, 只能通过第三方进入美团系统, 2017年9月, 美团封杀为火, 随后双方发生口水战, 当时有分析认为, 在餐饮软件行业到C端格局已经明朗了, 今天, 美团辞职在于通过封杀, 更快切入餐饮软件弊端市场, 将自己的品牌收银机催广出去, 彼时, 新财经还做了一篇美团狙击二维火, 餐饮新兴巨头大战进行时的报道, 只不过面对新入场的餐饮巨头, 那时二维火, 采取的更多的是道德上的批判, 对彼此前三次交锋, 面对此次截杀, 二维火动静若是比较大, 已游之前的口水战, 转入到明示诉讼中, 主动回击是赵光君对这起诉讼的姿态, 我觉得应该有70%, 80%的赢的把握, 因为我们正继续走, 隔岸关火, 外界对于这场交锋, 却有着不一样的解读, 杭州用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, 朱清平, 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, 既然是法治事会, 总要依法办事, 走成是靠证据去说话, 他认为二维火体肃美团, 是为了阻击和更好的博弈, 在互联网领域, 最终还是资本为王, 市场上没有永远的对手, 只有永远的利益, 双方只有找到最大的公约数才能实现双赢, 这样耗下去, 与企业双方, 与行业都没有好处, 他甚至认为二者在资本力量的影响下, 估计打着打着, 最终就有可能成, 为一家人, 同日, 新财经记者, 致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餐饮管理软件同行, 对方表示, 二维火炸美团, 胜算并不大, 因为二者体量级别差距大, 美团甜多, 流量的, 实力叫二维火熊后, 短期来看, 这场参与软件行业的争斗, 对于弊端商家所造成的冲击,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, 反而, 对于二维火来说, 他们真的是受伤了, 或者害怕了, 不然也不会动作如此之大, 对于商家而言, 二维之争, 他们在选边战队上很难抉择, 新财经记者, 对此采访, 很多名商家级业类人士, 绝大多数对此事件保持沉默, 木马屁法联合创事人, 顾叶婷, 告诉新财经记者, 在这个时间点上, 我们去发表观点比较敏感, 因为很多商家都是美团的大客户, 我们也是, 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, 二维火这美团上是前期起诉, 背后实际上是爱理与美团的对抗, 其因缘与蚂蚁金服入股二维火, 对此, 二维火公关予以否认, 这个事情本质就是美团侵权了, 然后我们通过法律手段维权, 这个说法毫无根据, 也有分析认为从口水战到输入法律, 虽然二维火与美团, 并不是一个体量级别的公司, 但正值美团, 上市前席, 资本市场给其所带来的影响或更加明显, 当先财经记者提及, 是否担心有更多的资本和剧头涉足才以管理软件行业, 让行业陷入更加残酷的厮杀之时, 赵光军表示, 餐饮管理系统行业并非一个低门槛的行业, 现阶段二维火将很多时间和精力, 用在了打地基之上, 随着时间推移, 我们会越盖越高, 我们盖到一百层以上的时候, 我们的优势就很明显了, 就会跟竞争对手的差距越拉越大了, 对于二维火美团争斗的好序事宜, 新财经将继续跟踪报道, 对话, 8月24日, 二维火CEO赵光军, 在位于杭州教公路的二维火大厦, 接受了新财英潘岳飞的专榜, 二维火CEO赵光军, 面对压榨总得有人首先发声, 偏岳飞, 美团作为大公司, 大平台, 你为什么敢公开起诉, 赵光军, 对不公平的事情, 总得有人站出来, 当然得罪他们, 以后在市场都方面, 遇到的阻力会比原来更大, 但是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实力, 有这样的能力, 去突破这种惊讶和压榨, 只是对自己的信心,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, 我觉得对这种垄断, 对这种大公司的压榨, 你如果总是抵着头的话, 他会更加肆无忌惮, 偏岳飞, 我看到那份明示诉讼状里, 说二维火是一个全封闭嵌入式系统, 那双引号是什么意思, 是重点提示吗, 赵光军, 对, 这是一个重点提示, 这个东西涉及到我们产品安全性的问题, 我们是做收银, 做交易的, 必须要有一个安全, 稳定的交易环境, 所以二维火从一开始, 就做成封闭式的了, 偏岳飞, 美团是通过插件先入你的系统, 赵光军, 对,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, 就像银行, 他没团查看了里面的资产, 他不仅是看了, 还通过自己的技术通道, 以非法手段, 窃取了我们的白名单密码, 开发了我们收银系统的恶利软件, 把整个交易流水, 搬到了他自己的通道上面去, 造成了二维火, 全国一千八百余家, 合作商户餐饮流水流失, 额度达到近2.3亿人民币, 偏岳飞, 在这里